好 我们回到 好 谢谢大家 我们看第41章 41章就是对于这个 一方面是对于世人 不知道生命的学问 这个有种感慨 它一方面就说明了 生命的学问跟一般的知识 它的一种想对照 好 它说上世闻道 勤而行之 中世闻道 若醇若亡 下世闻道 大笑声 不笑 不足以为道 好 这个是这一章里头的第一个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发个感慨 就是世人多半不了解 这个生命的学问是什么东西 好 下面就是故见言有之 明道若眉 近道若寸 疑道若累 上得若骨 大白若入 广得若卒 见得若偷 直针若狱 大方无语 大气完成 大阴牺牲 大象无形 道饮无名 道饮无名 这四个词是这一章里面最重要的就是点题了 浮为道 善待且成 那后面一半就来说明为什么 一般的人就是不明白这个生命的学问 为什么不明白 其实就是因为啊 他们已经不知不觉的 其实是盲目地执着了那一种 人为设计的只有相对安全安定 本只是豁然改然的这个体质 而不知道人同时活在两重世界 除了这个知识世界 或者说有知识所延伸出来的人文社会世界 这个时候的人文是人文科学的人文 不是人文学的人文 人文学就是生命学 我们现在台湾很多大学是有人文社会学院 那个是指的人文社会科学 不是真正的人文学 真正的人文学是指道德创作之学 道德的创造 那人文社会科学呢 是用科学本身上是价值重点 来研究啊 人类社会而已 所以本来只是叫做社会学了 后来说人文人文好办 把人文也加进来 所以还使不得社会 还是叫人文社会 因为这样才能保住科学 人文社会科学 本质上就是社会科学 本质上就是科学 由科学啊 延伸出社会学 延伸出人文学 所以说人文学也是科学 社会学也是科学 它的典型就是物理学 那人文学是那么一回事 对不对 他们不知不觉就以这个知识世界 或者说这个社会现象的这个世界 社会组织的世界 而不知道人还活在另外一种世界 叫价值的世界 道德的世界 那这个价值道德的世界是以 所以那个偶然的 眼前当下实存的 为它的立足点 就是说天下无从有有 要上有无 好 好 所以上世文道为什么情而行之呢 好 中世先别管 我们先说上世跟下世做个比较 下世文道为什么大笑之呢 上世就是明白生命的真实存在 仅在眼前 当下 现在 这一击 这才是生命唯一的真实存在 所以它对于道 道就是指的眼前 当下的真实存在 有关道的论述 都是来指点 人要以什么样的态度 面对眼前 当下 这个偶然的存在 那它那个基本态度 第一个就是无常 就是你不要 用任何知识性的肯定执着 来处理现在 这样处理这个劳国界 所以要用一种完全放空 没有任何成见 仅凭眼前当下 唯一 跟这个正式世界相应的什么东西 对于心灵的明觉 全生命的真实 全生命的真实 对于心 决定要如何用它 要用物之道 而不是反过 反过头来 被那个知识的那种模式 模型 所看不到 也就是说 不是用知识的推论来处理现在 而是用你对眼前 当然现在 用你明觉 自由 而真正的心 做一种呢 整体性的 综合全盘的感应 就连第六感啊 都不见得很很很准确 第六感有可能是另外一种神秘经验而已 是不是 我们做事 你真的是 完全开放的心 面对你 以眼前当下 这一整体 是一个存在的情境 做一个 做一个全盘性的感应 你越开放 你越无私 越没有觉着 越没有成见 你的感应就越准确 那你用感应到这个全盘里边的那个 那个关键点 节骨痒 是什么 在哪里 这也是那个庄子的养生主 豪丁节牛 面对这个复杂的流了身体 要视为止 这个 这个动为止 然后在那边感应到那个关键点的时候 然后呢 动到肾尾 然后华亮一节 然后华亮一节 观之止而神欲行 知为止行为止 你找到那个关键点 轻轻一挑就好了 不用胡砍乱砍 不用胡砍乱砍 那这是靠什么 靠 眼前当下那个实存的那个明觉 自由而真诚的心 才决定 这个都是养病 天日用在一招 平常在修养 那个叫纯养 在眼前当下的时候 那个感应力叫做茶室 这个是杨明学的口诀 好 这个是杨明学的口诀 而朱子学到相反是心茶室 后存养 心茶室是 先感恩的那个心 然后要保住那个心 那这个不一样 这个心存养是无事存养 有事茶室 就是世上我念 遇到事的时候呢 那个茶室的时候很明 很明觉的 然后感应到那个关键点 那这个是上世 上世很明快 所以行而行之行什么 就行 每一个眼前当下 以你的明觉 自由 而真诚的心 去感应你这个时存的这个情境 而做出一个综合性的价值判断 这个叫实践 那下世为什么大消呢 因为根本不知道有这个领域 不知道有这种世界 它完全活在一个假设的世界中 通过过去的沉地时 沉积 留下来的其实不是以前的时存 留下来的只是时存的影子 叫做资讯 叫做数据 对吧 约化为一个资讯 约化为数据 那根据这些资讯做了一个归纳 形成的所谓相对性的规律 而用它来做推论 就活在这种世界 这种世界总称为假设的世界 因为所有推论都基于假设 当然你根据这个大数据的归纳 你这样去做的时候 的确如果它的 它这个对的波兰玉是有百分之七十 就人文社会来讲 百分之七十已经很了不起了 自然科学 物理学差会有百分之九点九 社会科学差没有那么高 那当然你这样的话就是说 你走对的 蒙对的 那个机会比较高 可是刚好这个时代在一个转型的节骨眼上的时候 你嗅不到那个心 心知才嗅得到的那个气味的时候 你就不能及时饮变 你就摘了 所以一般来讲这是OK的 可是在一个铁骨眼 在一个病动的交接点 你就完了 对不对 可是他人不知道就是盲目 按照这个 这个规律以为有没有怀目 所以对于人来说他怎么还有这个啊 因为这个是在科学 统计学上 被视为误差 被视为这个极端的例外 而予以忽略的 所以才大笑 就是有这种学问啊 那我们不知道 所以不孝还不如以为 但是因为孝 还证明了 这是真正的生命的学问 那至于忠师呢就是 有一点点知道有这两双世界 但是呢信心不足 一会儿觉得对 一会儿又有点怀疑 也就是说 他的确晓得有两双世界 但是这两双世界啊 他没有办法统整起来 就是变成一会儿像中白白的这边 一会儿都白的那边 那他的生活中就有很多的犹豫 很多的矛盾 有很多的摆淡 那这叫忠实 那这边其实就说明了 原来人是活在两双世界 这两双世界要怎么办 你是只选一边忘记另外一边呢 还是知道两边都是真的 两边都有需要 都有需要以后你到底以谁为本呢 要搞清楚 还是搞清楚那个本末关系 就是天下万物神愚 要神愚蜈 无才是那个真正这个学问的核心 因为生命学问是 知识的学问是为生命学问服务的 不能够舌本乎蜘导本末 对不对 好 那为什么下社会大消呢 就是因為這是社會裏邊的主流 就是那個本來很重要的 但是在目前的社會中 在統計學上被大多數人忽略了 所以我們要知道 這個聖遍的學員不能用統計學來這個說明 比如說這個所謂的心靈自覺自由而真誠 我發表了一件文章裡面說這也對了 但是有幾個人做得到呢 還不是你們這些精英分子嗎 就誤以統計來作為真理的標準 統計的真理只是科學的真理 豁然的真理 不是那個必然 應然的真理 那個應然 而且是必然的真理 完全看 你有沒有去求嘛 求者得之嘛 不得是因為不求的 不是因為它很難 所以統計學上只有百分之一的能夠 能夠明白 能夠實現 那是因為大家都不求 那如果所有的人都求 那就所有的人都能夠求到 如果仍然都去求 那它實現的幾率是百分之百 如果沒有一個人求 那它實現的幾率是零 關鍵在於你求還是不求 求者得之神的實質 它與統計無關 因為它是偶然的時傳中 在一個偶然的眼前當下時傳中 你有沒有做道德實現的行動 有做實現 不實現是因為你沒求 對不對 可是現在主都是知識的教育 並沒有德性的教育 那德性的教育 西方性的德性的教育 也是知識教育的延伸 以知識取代道德 所謂的功利主義 功利主義還是一種結果 結果還是被設定了結果 而不是道德的結果 依然是現實的意義而已 所以說謙言 謙言就是被大家公認的格言 謙言就是格言 格言就是可信的 被大家公認的那些有道理的話 那社會不是普遍流行這麼一種格言嗎 就是名道若媚 下面一些都一樣 就是名跟媚這兩者 從一個層面來看他們的相反詞 但其實呢 道家是借用這一個 這個一對一對相反詞組成的類概念 因為分類首先分成二分兩類 兩類就是用相反詞構成 好 那麼它用現象界裡邊的 這個二分法所形成的相反詞 那麼用它的正面的這個概念 來代表現象界的物 用它的反面的概念來象徵現象界的道 所以它叫明道 這個明道的明道是個價值的概念 就是真正的道 真的 真的道 那這兩者相繼而為一體的才是真正的明 我們用大謝的明了 真正的明呢 在象上面 在統計上來講呢 它是屬於那個例外的部分 所以明道就那個象上來看呢 它比較像是這個統計學上面的例外 極少數被忽略的那個部分 那麼我們不如在意義上面加上理解 真正的生命真理 其實是被知識的學問 統計學的常鑊所忽略的 所忽略的 因為把它達到意外 達到反面 極少人呢 被知識的學問 被統計學所忽略 所忽略的 所忽略的 那正是生命的學問的核心本質 其實指的就是 每一個言言當下 整個偶然的失存 因為知識根本透不到現在 知識的學問就是處理過去 不處理現在 所以現在是被它忽略 現在被它遺忘 那這個其實呢 是存在哲學中所謂 存有的失落 真正的存有失落 因為被我們掌握的 都不是真實的存有 都是理論上面的概念 都是假設的 真正的存有 真正的存有其實是我 歐洲人要到了歐戰以後 才重新發現這個存在 這個存有 是真的被我們體會的 這個叫存在 那在知識的世界 存有就在天上 所以 明道若昧的真理 在這一個主流氛濫的一個社會中 其實是被 知識主流 這個統計學主流 所遺忘 所忽略的 那下面幾個都一樣 一對一對 相反之而已 近道呢 這個看起來就是被忽略在吞 廣道若類 移到移植的平的 跟平相反就是欺驅的 這個類就是欺驅的意思 善得若骨 這個善得不是 不是符合我們說 行而善的都有一些標誌 用的真啊什麼善啊什麼 不是 今天善的就是社會主流認可的 那種表現 那就是突出的 對不起 今天善的還是社會主流認可的 我一下子腦筋接受先 這個真理落在這個 相對的相反式的概念中 它不是正面的突出 而是反面的中空 或是空的 百根乳就是 結百根有污點的意思 這個乳是指的有污點 廣德跟不足 廣德就是實的 不足就是虛的 近德若偷 偷就是伯 這個偷根伯一常 免成一個詞語 封俗和偷伯 偷就是伯 所以這個見的就是厚的 不是伯的 也就是被累積成形的 也就是統計上面被認可的大國術 直真若虞 這邊它的文法改了一下 就是它不用見德王德大白和善德進道儀道明道 而是用指針 反過來就是針持了 針的那個品質 這個語就是污染的意思 就是污染 跟污染相對的 其實也就是純潔 真純的生命 好 這個用相對的概念來講呢 反而表像是污染的 那其實就是我們 前面有說到那個曲折權 就是真正的明 一定要堅固明跟內 也不能只管明光的內 那個明就不是真的明 真的厚 一定要包含厚與毛 才是真的厚 真的潔淨 一定要包含潔淨跟污染 才是真的潔淨 真正的生一定要包含死 才是真正的生 他都應該都可以 用這一粒來解所有的 好 好 下面呢 他換一種文法 就是說 大方無雨 大氣完成 那方就是棱角 真正的方是沒有棱角 沒有雨 沒有那個棱角 大的氣是這個完成啊 一陰之轉其實就是無成 大氣是無成的 就是真正的氣不成氣 只要成一個氣就是小氣 不是大氣 大陰犧牲 犧牲就是無聲 大象也是無形 所以這四句啊 通通都是無 有時候他換用別的詞語 意思都是無 好 大方無雨 大氣無常 大陰無聲 大象無形 好 也就是說 這面跟前面的表達方式有什麼不一樣的 這方就是說 真正的真理不能用分析性的概念來表示 果然不能用正面的來替代真理 甚至也不能用負面的概念來替代真理 真理就是真理 它不能用分析性的概念來表示 所以它前面只能說明道弱媚啊 不是說明道弑媚 真正的明不然不等於明 也不等於媚 只是有時候那個表示的方便呢 常常通過媚 反而比較更能夠接近明 因為你看到被人忽略的部分 那沒被忽略的部分本來就是被肯定嘛 例如曲折權的那個解法 所以前面這一串是在這個主流啊 觀點下的方便的表示 能夠注意到被主流觀點忽略的 其實是比較更清楚 更不能看到全面 那最後這四句的表示就是說 其實啊 真理是不能用任何分析性的概念 不管是明這一端還是明那一端來表示的 真理就是真理 所以呢 總的結論就是道義無明 當我們就明白說真正的道 是在這個概念世界背後 因為概念世界都是用一對一對 由相反之形成的類概念 而組織成的一個直主世界 或者體制運作的世界 而這個世界呢 都是價值中立的 都碰不到現在這個偶然的尺寸 也碰不到意義價值尊嚴 它挺多是 人做意義價值的道德實現的行動中 要借用的一些工具而已 它的本真不等於價值 也就是說道是這個明世界 就是知識世界 之外的另外一種存在 那個才是真的存在 而知識世界的存在是假的存在 這個假本來意思是假界 它只是一個暫時性的工具 它不是生命真實的存在 也不是生命真實的真理 好 但是呢 因為有了這個道 浮為道 才使得這些工具有意義 善待切成 待是幫助的意思 善於去鑄成 待是鑄 待成就是鑄成 善待切的 善於是鑄成 人生意義價值的實現 因為它是意義價值的根源 自由與愛的根源 如果沒有這個使用者 沒有這個實現者 那這些實現的工具 再多也沒有用 知識世界 體制運作 只是一個道德實現 實現人生存在意義價值的一個工具而已 這個工具本身不等於意義價值 你要連到意義價值的根源 被意義價值的主體去活用善用 它們才有意義 好 那麼這是實際上說明這兩城市 也就是這個霍爾蘭城市的假界 跟偶蘭城市的實存 這兩者界的反過關係 好 最近我們都借用這一套詮釋工具 來說明好 人存在於兩重世界 一個是應然的世界 一個是實然的世界 因然的世界裡頭有因然跟必然 這個因然是體 必然是功夫 本體跟功夫 以求就是特殊 實然的世界裡頭有霍爾蘭 跟偶蘭 跟偶蘭 我們首先要介紹裡頭 搞清楚這兩者的反過 應該是偶蘭是本 後來世界是為生命偶蘭的實存服務的 對不對 好 你弄清楚這邊的反過了 這個偶蘭 那個當下的生命的自由就出現了 對不對 在這個自由的基礎上 你在從事那種意義價值的世界 好 所以呢 不但自由 而且合理 合什麼理 道德之理 應然之理 對不對 才能夠叫下學 善打 那你首先要搞清楚這個下 是哪個下 這個下依然是生命實存的下 因為在實然世界 生命就活在當下 好 如果你這個 所謂叫主體性 都失去了 就沒有失地點了 你所有的所謂的自我實現 要努力通用的白費 因為你經歷在假設上面 假設 好 那你經歷在假設上面的 所有的 所有的這個 這個這個決策都是有問題的 好 不管什麼前瞻計畫 還是自己造 造飛機跟潛水艇 什麼 什麼 還是這個 這個親近美國 做日本去 去反中 同路落空 因為沒有正視 整個台灣的失重狀態 好 都是經歷在假設的 執著或者空向上面 那當然有問題 好 我們今天就講到這邊 下禮拜再見 敬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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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禮